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Bili Bala Talk Netflix 愈來愈多日劇 不只是漢劇獨佔風騷 雖然榜首仍然是他們 除了非常火紅的First Love之外 推介大家看這個 武記家的料理人這套日劇 是一套非常治愈 講日本傳統文化 同一時間講煮飯仔 的一套劇集 武記家就是跳舞的藝妓 但藝妓可能被人聯想在地上 用中文來計算 所以他叫武記 武記的大家庭 或者是其中一個小的business 裡面負責煮飯的廚師 所以叫武記家的料理人 故事就是講述 由深出賽飾演的貴代 和出口夏希飾演的小錦 兩個從小玩到大 青梅竹馬的好姊妹 在日本青森縣 即是出蘋果 北海道南邊的縣 非常寒冷 他們走到京都這個地方 拜師學藝 當中小錦非常有天分 總共整個劇集 講他一年時間內 怎樣呢 有一個建築 去學跳舞 學走位 同時跟著姐姐 由喬本愛飾演的 已經是當紅的一個武記 之後他就慢慢做了這個建築 成為真真正正的 能夠有個偽名的一個武記 那個成長歷程 當中也會學到不少一些 就是我們平時不知道的 就算你看過一些 在京都的一些跳舞 各方面的時候 究竟背後付出了多少努力呢 同時真的 原來設定頭是非常不容易的 穿件衣服的時候 怎樣去穿 怎樣走路 甚至因為你設定頭 不是每天都設定的 七天設定一次 所以你第一天睡得不舒服 怎樣呢 要找一個特別的枕頭 來睡覺才能夠 不會弄亂頭 當然你又不能動身動細 好像我這樣屎寵 其實我睡著了 不知道是不是屎寵 但我猜我只是屎寵 做不到這個武記 當然我是男的 應該做不到 講他的成長歷程 從東看到很多歷史文化 特別是武記當中的文化和精神 各方面 但是他的朋友 這個季代 由深色彩色演的 就不太幸運了 他的天分 第一集已經看到 完全是不合格的 雖然他又在抗熱城 我在我身邊的朋友當中 也都見過類似的 兩個好兄弟 於是他們一起畢業 在加拿大 然後回香港 有心去做教書 但是回到香港的時候 發現原來一定要入教 做師範大學 學怎樣做老師 畢業才能夠做到教書 做阿蛇 其中一個 他OK有天分 於是真的做到阿蛇 但第一 第二個 做不到 但是他純粹是跟著兄弟 來做 最後 最後 回到加拿大 當然另外一個老師 雖然做了幾年老師 但是香港的情況又轉變 最後他也是回到加拿大 回到加拿大 說回來 這個深七蔡飾演的季代 他就是沒有天分 但是 情同姊妹 他又想留在姊妹身邊 同一時間 他又發現 原來他自己 是喜歡煮食 而且對煮食 是有種很特別的sense 不同的地方 去拜師學藝的人 有不同的口味 居然他能夠 征服到外面的人 叫外賣 回來的需求 他自己煮的時候 滿足了每一個人 包括他好姊妹 的脾胃 也位置了 整個武器家裏面 所有人的心靈 也在一年裏面 他自己的成長 總共有九集的時候 他煮九味不同的菜 看的時候 非常治愈的 除了他拍的食物 拍得很漂亮之外 而且 其實他叫深七菜 每集都有一味菜 其實有九道菜 深九菜 有七道菜 我都會煮的 除了有些甜品 有些小點 我不會煮之外 有個蛋三文字 還有個水果三文字 那兩個我都不會煮 其他的我全部OK 當然 我就算拍片 我不會拍得那麼漂亮 同一時間 味道上 是不是好像他那麼好呢 有待改進 另外一件事 這部電影好看的地方 就是 無論你去過京都 又或者未去過京都 你都會覺得 他基本上 是不需要搭警 他做的每一個地方 都是京都 現在還未有機會 我去日本旅行的時候 看到這些 曾經去過的地方 特別覺得興奮 這部電影拍得很漂亮的地方 是說到很多傳統的細節 還有日本一些很獨特的美學 例如除了藝技 或者是這個食物之外 他也會說到什麼是成功 什麼是失敗 在小瑾這個角色 很明顯是一個成功到不能再成功的人 全世界一看 已經覺得他是有天分 但同時 在其他同學仔的眼中 你會覺得他不單止 只是 吃老本 有天分 而且 他是很喜歡 這個藝技的生涯 職業 同時 他也付出了最大的努力 以至於 他是有天才 有天父 同時 有後天的勤力 互相配合 才能達到 那個情況 當然 也要有他的師父的提攜 同時 也有一個姐姐 在橋本愛飾演的 一個當紅的藝技幫助之下 他才能夠造就到 一年時間 就已經可以出道 這個絕對是天之嬌子 但是 從這個橋本愛生上 他學到一件事 就是 原來這個成功的路 去到當紅那個時候 首先 你會是一個很孤單的路 所以 橋本愛非常羨慕 這個小瑾 為什麼他可以 有一個這樣的 buddy 一生一世 永遠在他背後 去 support 住他 這個是非常難得的 當然 成功的人士 人士 一招得志 與無倫次 可能得罪了 身邊的親朋戚友 他自己也可能不覺得 這是非常可惜的 需要去珍惜 同時 他也講到 這個 日本的傳統文化 也逐漸釋味 很多時候 譬如這個 重版慶子飾演的 一個大媽媽 帶著他們的時候 講到當年 想當年 武技 比起他們 現在的時代 多成一倍 那麼多人 當然也有很多 觀眾 各方面 現在已經越來越色味 而且 越來越少人 願意去投身 這件事 再加上 你又要天賦 又要成 的時候 當我看到 這條路也不太順 那時候 我就 不如 另謀高就 考慮其他地方 更開心 又或者 又或者 你之後 你要面對這個家庭 婚姻的路上 你又應該怎樣去走 那條路呢 很多種種的考慮 在上面 即使是成功 他在這方面 這部戲 拍得很漂亮 很細膩 不是用一種 很雪教的方式 但又表達到 當然 由深室彩飾演的季代 就講過失敗 那件事 究竟你是耿耿於懷 在失敗當中 還是 你是可以 即使在某一件事 失敗 你放下它的時候 你找到自己 應有的位置 盡心盡力 去做好它 無論是 守望你的姊妹 又或者是 煮菜 然後 就引伸到 這部戲 另外一個 非常重要的 日本的概念 就是 一期一會的概念 一期一會 一開始是 一種禪中的概念 但 去到 Mini 他學茶道的時候 也有講到 一期一會 簡單來講 就是 你遇到任何一個人 都 當是 最後一次 或者 第一次 去見到他 以後都不會再見到 或者 以後都不會是 那個moment 那個情懷 既然這樣 你就應該有些 活在當下 focus on 那個moment 然後 享受 盡力去做到好 有些時候 例如 Steve Jobs have the end in mind 就是 你可能沒有機會再做 又或者 可能這次是 你最後一日 來活在這個世上 你要做些什麼 當然 這個可能有少少不同的地方 他如何嘗試去演繹 這種 一期一會 在 這套戲裏面 有幾樣東西 幾特別的 例如 喬本愛 其中一集 就說到 他要演一個 黑髮的舞蹈 他本來 是一個悲哀的 舞蹈 來到 在 那個場合 去表演 似乎 不太合適 所以 其他的 樂手 就會說 你真的要演那個 他堅持 去演 演完之後 小瑾跟著他 就會覺得 咦 為什麼 明明一個悲哀的情況 為什麼 你可以演到 這麼倉勁有力 充滿著 一個 動能 在當中 然後 喬本愛 就解釋 這是 一期一會的 體會 好像 做一次又好 或者是初次 來跳這支舞 雖然每一次 做了幾百次這支舞 你都好像第一次跳 這樣 這樣 你就可以有 新鮮感 和力量 出來 這件事 其實都幾大提醒 雖然我們沒有 日本的精神 現在去到 死後龜大的 時候未必 學得到 以後 你每一日 可能 或多或少 都是流水作業式 你可不可以 每一日 都是 好似 新的一日 去活著呢 這個 如果能夠做到 我覺得是非常難得的 譬如 我自己看聖經 才算 另一個信仰 我自己都是 抱著一種 今次是我第一次 再重新再看聖經的 一個情況 以至於每一次 未必會發現到 一些特別的地方 一些特別的洞察 但仍然可以更加沉澱在 我自己的心底裏面 對神的關係 更加來拉近 這是非常之重要的 有很多人 就覺得聖經 是透露知識 跟著 看幾天 就看得悶 或者 沽噪佛味 我講聖經 我不是講聽道 聽道 純粹很多時候 是focus on application 這是另一回事 除此之外 他也有其他 一期一會的解釋 還有一些特別的搞作 例如 深出菜 他是料理人 他對著食物 都是一期一會 按著 24節氣 不同的事分 哪些蔬菜 哪些食物 會好吃 更好 他每次去買菜 他都懷著一種興奮的心情 他跟食物相遇的心情 甚至乎 他回到家的時候 他見到食物 又會去講 大媽 回來啦 這樣的 這樣的情況 當你煮飯給你 心外的人 吃 又或者 你做你自己 喜歡的 那個 向著你自己理想 哪怕成不成功 哪怕會不會一舉成名 regardless 你會不會有種 興奮心情 我覺得這件事 某程度上 都是一期一會 當然他也有一個搞笑的 就是 當橋本愛同 深出菜說 一期一會的時候 深出菜聽錯了 因為他不是太知道 那個概念 但他本身已經在演繹 那件事 就是 你是不是講士多啤梨 日劇裡面 或者日文裡面 一些音節很相似 所以 很多這些 難得 一期一會 就好像士多啤梨 那一集 就說他做士多啤梨的水果三文治 都有一些搞笑的 這套戲 我會覺得 那些 演員 是深出菜做得很好 出口下氣 深出菜本身 我認識他的時候 就是先聽他的歌 他也是一個很好的歌手 如果你有機會的話 在Spotify 找到深出菜的歌 我覺得他的風格 譬如有首歌叫深海 他的風格有點像 Yoyasubi Yoyasubi 超紅 群青 我也喜歡 但是 深出菜當然 比 Yoyasubi的女歌手 Anyway 題外話 除此之外 還有上盤季子 上盤季子已經是大媽 仍然 在大媽的風格 都是非常漂亮 他之前也做過 這個 京都人的隱秘絲 絲襪生活 講京都文化各方面 這套有少許翻炒的味道 我覺得 他做得恰如其分是非常好 當然也有這個 老氣骨 他本身是在京劇中 京都文化中 非常深厚的 松阪慶子 除此之外 除了喬本外 也有 松江末休 兩個都是我覺得 非常喜歡的演員 這些都是非常出色的 有一個挺搞笑的 就是這個 廉仓十三電裏面的編劇 三局幸喜 去駕臨他們的酒吧 去聊天 其中一個學生 福地圖子 在廉仓十三人裏面 其實是有份做的 他竟然開玩笑的 就跟三局幸喜說 你可不可以讓我加入 做廉仓電十三人 結果不做武器 就應該走去做廉仓電十三人 你看過廉仓電十三人 你知道裡面的人物 知道 跟松阪慶子 曾經是一個舊愛的男人 就是北調時政的演員 又有三局幸喜 你會覺得很好笑 另外 他也有一些 現在傳統 但同一時間 他原來可以搞搞新意思的地方 有少許 我們越來越少人 去看粵劇 但是 現在怎樣能夠更新 這件事呢 就是這個 《橋本愛》 帶著一班學生 用藝技 來演繹喪屍 跳些喪屍舞 這個 除了一些搞笑之外 亦都是看回 傳統可以重新鋪排的時候 亦都可以 來吸引 新生代的觀眾 可不可以 有這些 一些小小穴界 似乎 離經背道的一些演繹方式 那樣 他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做得很好的地方 他不是去嘲弄 或者令到他好像下跌了 但是同一時間 是加了一些新鮮感 和生動感 在當中 這套戲的導演 就是這個 事思愈和 之前看過他的《比海更深》 或者是《海佳日記》 我自己會覺得 對比來說 這套戲 是主題比較重 因為他的焦點是兩姊妹 同一時間 故事 雖然 在《一日劇》 或者看韓劇 其他劇 已經不算很多的劇情 但對比起《喜是豬和》 之前的劇情 已經多了很多劇情 至少焦點是慢改 他已經多了 你知道焦點是武技家 也知道焦點是料理 所以 我會覺得 你看不習慣很多 這些這麼細膩的日劇 或者不是這麼 接受到 你不是《喜是豬和》 杯茶的時候 這樣 我覺得這套是一套 挺好的入門劇 除此之外 就是因為有吃東西的時候 就非常治愈 所以介紹給大家 《武技家的料理日》 今天講到這裏 歡迎大家like subscribe share 比利巴拉套